嗨,我是小宁 生平第一次生绿豆芽,长得还不错 把经验分享给大家 我用了100克的绿豆 先用60度的温水浸泡一夜 泡到第二天,绿豆这样胀得满满的就可以了 无论你选择什么容器 底部一定要垫一个带孔洞的 方便漏到水分,这样绿豆就不会坏 上面盖上一个湿毛巾 一定要盖岩湿了 然后给毛巾上面浇上水 有的人说可以压重物,这样豆芽更粗 于是我压了一个盘子 又盖了一个闭光的东西 做了满满的两大盒 每天两次往上淋水 总共需要三天的时间 第三天的时候绿豆芽就长好了 此时的芽呢,大概有8厘米长 缺点就是盖子漏了一点光 有一点发芽 但是总的来讲还是不错的 白白嫩嫩的比买的还好看 每一根都这样直直的 而且长度也还行 大概50克绿豆左右就够炒一大盘了 我配了一点韭菜,一些小米辣 豆芽先焯一下水去豆腥味 放入肉丝滑散 加入葱姜 爆香 然后加入银芽 韭菜和小米辣一起 快速滇匀 加一点点盐 翻炒均匀以后淋一个锅边醋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配料特别的简单 最近经常回忆起奶奶生绿豆芽 黄豆芽 还有大豆瓣的情景 简单的生活也充满了智慧 发绿豆芽年有什么妙招 欢迎给小您留言